马尔代夫是南亚的一个群岛国家 该国的人均收入高居南亚各国之首 它是世界上地理分布最分散的主权国家 也是亚洲面积最小的国家 马尔代夫这个名字源自于梵雨 意思是岛屿的花魂 它由1192座珊瑚礁岛组成 其中80%以上的土地海拔不到一米 因此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最低的国家 马尔代夫地处靠近四道的海域 早期马尔代夫人类生活意识大都难以长期留存 它们的建筑可能是用木头、棕榈叶和其他意腐蚀的材料制造的 这些材料会在热带气候的岩分和风中迅速腐烂 在冰河期结束后 上浮的海平面让原有的土地面积大幅萎缩 从而呈现出了半隔绝的状态 公元15世纪 一批来自斯兰卡的森加罗人 漂流到了马尔代夫 并统一了当地的语言 到公元前300年左右 南印度的泰米尔商人抵达了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第一个王朝是太阳王朝 当时的太阳王朝统治范围局限在几个大的宝礁上 太阳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是女王达玛哈尔 他最后嫁给了基里加王国的王子巴拉第撒亚 巴拉第撒亚从而成为马尔代夫的新统治者 并建立了马尔代夫的第二个王朝 公元947年 阿拉伯商人无意之间发现了马尔代夫群岛的存在 这些精明的阿拉伯人和随后闻风而至的波斯商人 把马尔代夫的珍珠、香料等物产 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马尔代夫海域出产的备合 甚至成为当时的通用货币 到了13世纪初 申加罗王族科伊玛拉 成为第一位统治马尔代夫全境的国王 他建立的政权就是马尔代夫第三个王朝 努尼尔王朝 在他的影响下 马尔代夫将佛教视为国教 到了第二任国王提姆吉统治时期 马尔代夫为了与斯林卡保持距离 提姆吉选择与强大的伊斯兰舰队结盟 伊斯兰教随之取代了佛教的地位 根据马尔代夫史料记载 伊斯兰教成为马尔代夫国教40年后 伊斯兰岛的佛教僧侣 也拒不改进伊斯兰教 而被当时的国王斩首之中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 许多佛教庙宇被拆毁 阿拉伯人则利用贸易和宗教 牢牢控制了马尔代夫群岛 到了大航海时期 马尔代夫独特的地理位置 吸引了葡萄牙人的注意 葡萄牙随后利用马尔代夫内斗 毫不费力地控制了该群岛 然而这种行为引起了马尔代夫人民的强烈不满 随后驻扎在马尔代夫的葡萄牙军队被一举消灭 但是葡萄牙人并不死心 一年后 葡萄牙军队卷土重来 企图再度占据马尔代夫首都玛利 但以斯巴尔告终 六年后 葡萄牙军队再次向马尔代夫发起了进攻 此后15年间 马尔代夫沦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是马尔代夫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葡萄牙殖民者强迫当地人改新了基督教 当时 上任才两个月的国王阿德六世 对葡萄牙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他最终重力牺牲 马尔代夫人因此认为 他是马尔代夫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到17世纪 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了海上霸主 此时 马尔代夫经常遭遇来自印度马拉巴尔的海盗袭击 士丹利孤的马尔代夫便请求荷兰人的帮助 这一招无异于引狼入室 公元1796年 英国取代了荷兰在马尔代夫的地位 到公元1887年 马尔代夫与英国签订条约 马尔代夫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 二战爆发后 日本航母编队穿过马六甲海峡 对斯隆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马尔代夫的战略价值由此凸显出来 英国随后在干岛建立了海军基地 二战结束后 英国同意放弃干涉马尔代夫的内政 但条件是 马尔代夫就要继续受英国的保护 随后马尔代夫通过全民公投 确立共和制为该国的政体 马尔代夫共和国成立后 引起国内保守势力 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全面反弹 当年8月 副总统伊普拉辛发动政变 夺取了政权 随后伊普拉辛向英国要求 归还军事基地 英国随即派遣军队支持马尔代夫的分裂主义者 成立苏丹迪夫群岛联合国 到了1965年7月26日 英国终于宣布承认马尔代夫的独立 但仍保留对该岛和西塔渡岛的军事设备的使用权 最后 马尔代夫又恢复了共和体制 独立后 马尔代夫的经济有所发展 但仍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到了1970年 因斯林卡实施外汇管理 使得马尔代夫的经济几乎一蹶不振 英国又于5年后决定关闭其在干岛的机场 让问题雪上加霜 自从英军撤离马尔代夫之后 马尔代夫失去了军事基地的租金收入 做使得马尔代夫的国家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下 伊普拉辛总统在丢给马尔代夫数以百万美元的债务后 于1978年逃往了新加坡 同年 迪奥姆成为马尔代夫的新任总统 其后 马尔代夫将目光投向了旅游业 经过40多年的发展 旅游业已经成为该国头号资助产业 其收益长期占GDP总值的30% 外汇收入的60% 并创造了约20%的就业机会 但旅游业受气候影响较大 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 就让群岛的经济遭受到了重创 4年后 纳西德更是在大选当中击败了加油母 当选了马尔代夫的第三任总统 为了规避旅游业的不确定性风险 纳西德政府发展了海运业 鱼业和离岸金融业 此举给马尔代夫带来的巨额财富 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预计到2100年 马尔代夫将会被海水吞没 为此 纳西德总统召开了世界首个水下内阁会议 以此呼吁人们关注全球气候变暖 到了2018年2月5日 纳西德总统拒绝执行最高法院 关于侍奉政治犯的判决 随后他宣布马尔代夫进入紧急状态 当晚他还下令逮捕了最高法院的两名法官 之后 马尔代夫的军队加入了反对阵营 纳西德被迫将总统之权移交给副总统瓦西德 瓦西德的短暂任期被认为是马尔代夫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在一年后举行大选中 他仅获得了不到6%的选票 最终 加奥姆的同富异母帝亚明当选了新任党马尔代夫总统 但四年后 亚明被联合反对党候选人萨利赫击败 在2022年12月25日 马尔代夫的刑事法院判处亚明11年有期徒刑 并处以500万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他从一家私营的公司收起了回扣